这是他的宝客 对对对对我看到我每个人啊 如果有买Rorex回家啦 他们就一定会有拿这个卡来拍照啦 所以你们能不能把他剪剪剪的 Y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Hoters is Matin 我是 Oliva 还有没有对面吗 没有对面的 请记得订阅 是非常非常适合我入门的 而且呢 近期呢 他也非常非常的火红 还是劳力是你们最便宜的一款哦 所以今天呢 我还是必须要来这里找老板 就是专业人士啦 来给一些指点 所以如果观众的朋友们 如果有谁也是跟我一样 也是要入手这一台手表的话 今天这一集千万不要出货 所以呢 我们现在二话不多说 直接进去 Let's go OK 老板 今天我又来了 我来的目的呢 其实很简单 其实我在网络上面呢 我就做了一点试试 真的 我对这个Rorex的东西 越来越有兴趣 然后呢 就有很多网友推荐这一支表 这一支表呢 它叫 Air King 空中霸王 我想问下你这里有吗 有诶 今天刚刚好有 真的有 就是 好水啦 在哪里 这一支表是 现在近期内 红到 平衡哪找到货 但是 我有留了一支 就是等你来买 哈哈哈哈 好啊老板 OMG 就是这一支了 对 我想问下 网络上面的东西呢 我都是半信半疑啦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要请教你 这一位中业人士 就是这一架Air King 为什么在近期 可以这么火红 而且啊 它的价钱哦 非常的不高 第一个就是 当然价格是一个 非常主要的问题 就好像说 现在比如说 人家跟你讲 Oh Daytona很红哦 你一定要买 可是价格是多万 你就会想 哦 慢一点先 但是这支表呢 它是老律师 男士现在的 比较多人的 入门款 入门款呢 就好像 诶 刚出来吃了 会做个买一辆买的 诶 它是 在老律师里面的入门款 它价格在 3万多块 比较多人能够接受 虽然说它也是贵 但是你跟其他的型号比 大概都要5万多 6万块起票 对对对对 所以它的价格 算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啦 而且它的升值空间 也算是 有比较大的升值空间 OK那老板 我想请问你啦 就是它这一价 刚出来的时候 它的原价是多少啊 然后被现在炒到的价钱 又是多少 这支表 它的原价 其实在存买下 它的建议价钱是 24,170块 可是暂时 它在市场上啊 今天的价格大概在 36,000到37,000 然后还在攀升 对对对 可以简单的说 上个月它其实在 现在32,000左右 但是你看这个 它已经在36,000 37,000了 哇 短短一个月里面 都可以起4,000-5,000块 对啊 如果在去年的话 其实在28,000-29,000左右 我相信啦 如果今天入门两国后 明年的价格 应该也是不敢 可能相信6万人 因为我带上去了 我相信 我相信 因为很多人都去追 好那老板 我想问你一下 这一台Air King 它的保值的地方 在于哪里啊 我们先不说保值 就是第一个 它为什么它这表 会被炒得这么高啊 第一个原因就是 它很少 很少的意思就是说 你去到装卖店啊 就是你整个 马来西亚的Pavilion 或者是 孙高万里走到玩 你可能看不到这支表 因为它很少过 当这个东西这么少的时候啊 第一个 它的价钱就会被 慢慢的炒高 所以变成它 故隐稀为贵嘛 像我们讲的 比较难 Source Town 就比较高价钱的 对对对 然后它在这么多 难事表里面啊 它的价格算是 比较便宜的 3万多块 嗯嗯嗯 跟其它的 5万多 6万多比的话 它比较便宜 然后呢 这支表啊 也是劳力士里面 很多抖音什么 你们都看得到啊 它是唯一一支 它这个 这个劳力士的名字 是用绿色的元素 你应该以前也听过吗 劳力士 只要有绿色的东西 它都是被炒 风绿壁炒 就是说 表面绿色炒得更严重 像那个星巴克 那个The Huck 对 那些全部都是炒很高 现在连那种 Dexus 表面是绿色 也是被炒 还有一个被炒很厉害的 就是Mil Gauss 它的玻璃是绿色的 那个也是被炒很高 所以这支表呢 在这么多 众多的劳力士collection里面呢 它是唯一一支啊 它的劳力士的 黄光是用黄色 然后它的这个名字 是用绿色的 这是唯一一支 是是是 真的是让它更显眼线 对 比较特别的 然后这支表呢 它的尺寸啊 它看过去有点像Oyser 可是它是40mm的diameter 在比较多的男生手上 它也是够大台 因为如果说你带太小台 就不好看下人 比较喜欢带大台嘛 所以它40mm呢 跟早期的X4II 跟早期的Sumway 它的Sumway是一样的 就是比较接近运动盘的尺寸 它是40mm的diameter 戴在手上也不会显得很小 对 这样你可以试带再看 真的吗 当然当然 来了来了 你看 在你手上 哇 真的是漂亮 而且它很简单 太适合我了 没错 OK 那老板 今天我是取标你 非常专业的这一支 那这一支表 Akk 空中霸王 它到底值不值得投资 因为在这近几个月里面 我就看到很多YouTuber 都在投意见这一支 为什么在近期内 它有一个原因 就是被炒的 特别人家去注意这支表呢 因为前一两年 它就开始 把它所有旧的款式的运动款 都升级它的机型 然后这支是其中一支 还没有升级的 就是说这支表 它在这么多表里面呢 它的机会是最大 就是它会出新的款式 然后在炒作的这种情况 或者是我们讲说 投资的情况下 这个表一旦是停产了之后啊 就说它有一个新的版本 代替了它之后呢 这个表的价钱就会升 这是一般来都是价值跑啦 是老历史的款式 所以它就变成很珍贵的 OK 被你这样讲过后 又多那么一点啊 让我增加那个信心去 对啊 可是这个东西 像我上次讲过 诶 最重要要喜欢 你看它这么漂亮 把妹都比较容易了 是是是 还有一个就是啊 如果你现在有多余的钱 与其把它放在银行里面 做这个FD啦 你倒不如来投资一支表 因为一支表它可以 象征你的身份啊 它又可以告诉你 正确的时间 它还可以 诶 有机会把你赚到钱 所以是更值得的 与其你放在银行里面 没有人知道 诶 你Oliver有多这么多钱出来吗 啊 当在手上也比较好一点 有没有有没有 起了起了 有没有起了 会这样适合我现在 像你老板讲的 真的是这样子 你看看是FD啦 如果假设我上个月啊 我放3万块进去FD里面 对 我今天多一个月啊 我会里面多多少钱 几块钱可能啊 几十块 啊 几十块 可能才几十块 可是这一个表 起多少吧 四五千啦 简单来说 如果你上个月跟我买了这台表 我卖你三万二 你今天呢 你带了一个月 你可能会赚一千块 而且它还赔了你 一个月的时间 又让你赚到很多面子 是 对 真的 OK 那老板 其实我看这支表啊 在online上面啊 就有很多人讲说 它比起其他的运动款的表 就是它比较显老 因为它看过去 没有这么sporty 不像其他的表 它有那个纯装啊 什么啊 可是这个 它是属于比较斯文的表啦 但是现在 其实有很多选项的 现在也很多人流行 把这支表 换成塑胶袋 就是 Locker Strap 就是online上面有看到 就是人家把他的这个袋 换成青青色的那一个 啊 就是那一个 对 就是那个的 你这边有吗 有啊有啊 那个Averlust 我们是带你来的 哦 就是 刚刚好这边 就要给你拍一下 这样子 就是它可以 把这支表 带得比较有sporty的感觉 对 而且 更加年轻一点啦 年轻化了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可以直接换嘛 可以啊 你看 你要的话才会换嘛 你不要 你看它的颜色 直接变显眼 对 直接看过去就已经 非常的适合了好不好 这个是一个 瑞士的表带 OK 那这样子的话 直接换 直接换起 我们就是要 呈现出来给观众看 好 呈现了 你有买吗 张蓝白 都讲到见了 还不买 Oliver 好了 你看 一下子年轻 Oh my god 大家 你们看一下 年轻许多啦 有没有 有没有 哇 哇 有没有有没有 Oh my god 太适合我了 真的 而且表演变比较轻轻 真的真的 轻很多 我说 老板 这一台我太满意了 太好了 太美了 然后 最后我想问的一点 就是这台有货 就是卖给你了 因为都已经拆了 从不止 我知道你会买了 看到你口袋了 其实你真的是很幸运的 这支表现在啊 在马来西亚 其实你很难找得到货 就算你在外面 也是难找得到货 因为它近期太红 红到被人家抢到 真的是 没有货 真的是很难很难拿到 就算 价钱高 还未必买得到表 所以现在 这样限制的东西 其中一甲在我的手上 对 非常幸运 这样子 我不买的话 真的是对不起 我自己了 OK 那这样子的话 假设 因为我带出去 我很怕 OK 我怕说 我自己可能弄花 它还是怎么样 那今天假设 我就是要放在家里面 好好的收藏它的话 那我应该也要 怎样保护它 老力士 其实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买了 你就会继续享受 如果你买了 放在家里面 放保险箱里面 我觉得很可忌 好像你车买一下 不舍得架 然后10年后 卖给别人 去享受 我觉得你自己去享受它 OK 关于这个 你是怕刮花什么事吗 对对对 其实现在啊 是有一种膜 可以把你的 唇部手表保护起来的 它会避免了 那些正常生活中的刮痕 比如说 你做咖啡店啊 你手一放那去桌子 你就摩擦到你的表带啊 那个其实都是 我们讲说 Dairy的 Ventail 但是现在其实 是有这种 口袋 把你整治表 可以填抹起来 让你保护掉 然后这个膜呢 什么好处呢 就是 它避免了你的 爱表受伤 因为手表啊 新 远远就一次 怎样修复回去 它都是被修复过的 所以这个膜呢 最重要的 它可以让你的 这个价值保持的更好 比如说 5年后 你这支表 要转手卖给人 你想升级 去更好的表 你这支表 你把所有的膜 撕开的时候 它还是一支新表 所以 这个价值 一定是比 那种每天 膜来膜去的表 价钱好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这个手表啊 它贴了那个膜过后 我还是可以带进去的 是吗 对啊 就是每天戴啊 它就是你享受它 但是你也不用这么担心 你会弄花什么 因为你有一层膜嘛 然后这个膜呢 它是 现在市场上最好的 就是一个美国的膜 它是有效率 比如说你这个膜被关化了之后啊 它在两三天后啊 或者是你当下 如果一热的时候 它自己修复 它就没有那个很冷 哦 这样子很好 当然你不可以太用力 拿去喷撞 你拿去喷撞 然后它是会 敲进去那个 什么膜都是假的 它那个本身膜 就已经先裂开了 是是是没有错 那老板 你刚才讲到这个膜 你的店这间有吗 有啊有啊 其实市场上有蛮多牌子的 但是我现在会介绍你的 就是最好的牌子 就是美国的 叫做Legacy Legacy它 所有的劳力士款式 不要出云 它基本上都有出 它也有出一些 给爱马仕的包包 爱马仕的包包 那个包包前面 不是有一个很大的hash logo 也是很容易花的是吗 一花了 价格也是变 所以它也是有保护膜 给这个包包 所以这样子 你这边的就是用 那个最好的Legacy 对 你的东西一定要介绍最好的嘛 我现在就帮你添 哦 我的东西 它有收集回来 直接贴起来 不用问加钱的吗 不用问加钱 干嘛还要问加钱 你三万多都能够买啊 你还要问那个保护膜的 保护膜五万多 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 好的 我交给我的同事 Yeah OK好的 现在都贴好了 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膜跟其他的膜不一样的分别是 因为老力士它其实有分很多Polishing 一种是亮的 我们叫Miller Finish 一种叫Sutting Finish 它是那种萌砂的 哦 然后这种膜呢 它有分亮跟萌 它不像市场上有一些膜 它是全部都是亮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贴过去呢 让你更不觉得它已经有贴了一枝膜 它自然的美 哦 看一下 来一个 太美了 好吧 我去帮你盒子什么准备一下啊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太开心了 开心就好 第一次有清盒子了 哎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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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 有没有吸到那个味道 哦 就是这个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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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假了 这是它的保护 对对对对 我看到每个人啊 他们 如果有买Rores回家了 他们就一定会有拿这个卡来拍照了 对 这边的 金金色的 哦 然后它这边还有这个 这个是VNT 其实这一张是宝卡来的 然后这个是它 纯世界的VNT的地方 你看它那个表面啊 那个基拉 哇 真的是很Quality 对 当然啊 OMG OMG 大家 新闻很开心 老板 这样子 重复多少钱 还没有跟你讲多少钱的 还没有 还没有中够 我看到那个应该够后 这个我们试了 OK 试了 可以 没有问题 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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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美吗 来 我们这就是你的 OK 哦 这个声音 开心 开心 下几点了啊 13点 13点 我相信在过不久啦 如果我发现到它 真知道真的是吓到我啦 我相信我还会在 入手第二 第三点 对啊 当你不小心听到 诶 这个表起到4万的时候啊 你就心想 诶 我要再去买一个了 买给老婆啊 买给谁啊 真的真的真的 我相信 我相信会这样子 很多的玩家都是这样子玩过来的 太美了 太美了 啊 今天 我跟你讲哦 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 一直想要看手表的 看看时间 好 今天老板 真的是非常感谢你 OK 好 谢谢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 然后咧 如果你们也是有兴趣 想要入手一台的话 那 记得来这里 找老板来指点你 我相信啊 有一个高人去指点你的话 你一定会对这些表 更有自信 所以呢 记得要找老板 so 今天呢 这个视频呢 就暂时告一段了 那 喜欢我们视频的 网友们 朋友们 请继续的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 分享 留言 也记得 买手表 找老板 perfect time perfect time OK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bye bye 今天这一集是真的 你买了一粒表 上一集你 透了一粒表 这次我真的回来 直接买一粒表了 好开心哦